三场1位1淘汰赛的第二场即将开始 同方断了重生的滚筒之王 火蜥蜴 Spicy Lute 俩人还有造型呢 一个插腰 一个净理 对阵 蓝方 高智商的富士 完美的机械的合作 大宝剑 Excalibur 他们的想法真的很特别 哎 我还是会有点紧张 因为我哪支战队都不想失去 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都不希望他们淘汰 撤离战斗层 撤离战斗层 他武器坏了 他武器坏了 他只能撞他 武器不能用 这个坏了 真的假的 滚筒电击坏了 他打的时候 他打的时候 再来吧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这儿看不太像 我看不像 这儿看不像 这儿看不像 那儿看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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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没有 武器坏了 火蜥蜴 准备 火蜥蜴 烤蜴准备 我们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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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宝器 准备 Xcaliber准备 他武器坏了 他武器坏了 各位 你不去吗 诚哥会影响裁判的 你要在旁边 一起影响裁判 不会的 是啊 一轮堵的事 看看裁判到底有没有 公平公正 不会的 为了有一个公正 和公平的判决 我决定在这里陪各位 一起观看比赛 OK 比赛准备 注意 5 4 3 2 1 比赛开始 淘汰赛的这个阶段 哎 葳总这里是没有 起转的情况之下 直接冲了上去 什么意思 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吗 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吗 他的武器没有起转 他只能转他 武器不能用 他的武器没有起转 这确实比较尴尬啊 但是因为火星系本身的速度很快 大宝剑有点是一个过轮 但是大宝剑高分子的轮胎 是很好的规避了这次冲击 大宝剑这边有点着急 不停的在凿击地板 兄弟我们场地的地板可是很贵的 看先翻了对手 看到了吗 我觉得火星系的机体是出现什么问题吗 还是他就是不想启动自己的滚头武器 以至于没有陀螺效应 让自己灵活的机体通过得点的方式 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战士 我们用撞击 在这种没有攻击武器的状态下 武器损坏的情况下 依然在战场上 用自己顽强的精神和意志力 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对手 火星系的操作好厉害 这场比赛是土行孙大战巨灵神啊 而且现在从进攻的主动身上又是撞到了 产生了伤害 正好把大宝剑 向了场地的机关 哦 那是好 而且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 这是一个打地鼠的游戏 大宝剑一直在打地鼠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地鼠 也就是我们的火星系 走位非常的风骚 走位非常的灵活 走位非常的灵活 好 攻击 好 攻击 太近了 攻击 我感觉这一场两个人都已经露了 比赛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 火星系这边依然在大宝剑身边周旋 凭借着自己高速想找机会 但是火西翼呢 不断地撞击大宝剑的轮子 现在大宝剑有一点烦 像有人操应一样 不停地在你头边 没有打到 躲开吧 大宝剑几次预判都有点 大宝剑不停地想找机会 但就是打不到 好气啊 我只能说火西翼的操纵者 太厉害了 他整体的操纵在闪避上 都做到了尽量完美 大宝剑一直穷军猛打 现在有一点上头 大宝剑有一点上头了 这边爸爸接过了操纵器 我来上阵父子兵 我来打他 但是只剩下二十秒了呀 这二十秒的时间 火西翼已经完全的 熟悉里的套路 你是不可能命中的啦 哇 这一局火西翼 在失去了武器的情况下 为我们带来了精彩至极的躲避级攻击表演 我觉得他们两个这场打了一个 就像西洋剑一样的这种比赛 虽然没有像之前那样全圈倒肉 或者是剥开肉蛋 但是两人却像耍剑一样 用非常精湛的突刺 以及这种伤害比较小的进攻方式去得点 这场比赛 我觉得大家比较要去欣赏的就是选手对于机甲的一个操作 谢谢 我们会公平的 我们会公平公正的 公平公正 公开 这场比赛我感觉两边都真的是怒了 两边都是用尽全力的 对对对 操控得很好 有争议吗 你觉得呢 我觉得至少我们撞击了成功了几次 还有在一次攻击的过程当中产生了电锯的破伤 对 火蜥蜴对大宝剑还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因为火蜥蜴刚上场它的武器是失效的 它只能靠撞击得风 我感觉其实还是火蜥蜴面儿的速度更高一点 从另一方面 你能谈认为他从来没有撞击 因为他的武器还没有活动 所以我觉得我会把《Xcaliber 1》打赛 三场EV1的第二场淘汰赛的比赛结果 现在台派已经给到我手里 本场比赛的胜者是 《Xcaliber 1》打赛结果 《Xcaliber 1》打赛结果是100%活动的 我们最初的胜利是50%的胜利 从那开始的赛结果 你知不知道 我们没有强烈的武器 我们应该失败了 对 《Xcaliber 2》打赛结果 《Xcaliber 2》打赛结果 因为他们很快 就有以及风格 而我们为了那么快 我们能够的攻击 这 desse项 是一种 这个赛事 Nice battle 事实上它就是黑手锭 本场比赛的胜者是 得 points 伊读 红方火烯 《Xcaliber 1》打赛结果 但是有个疑问 可以提 因为这个撞击都是相对的 他怎么去判定是谁撞的谁 或者是说怎么去 怎么样算是这个点数呢 能不能让裁判来就是来解释一下 刚才我的这个问题 对 觉得是有一些问题的 对就是说 就是我就是对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 有些疑问 我很理解 这个盛景军的一个想法 如果是我是他的话 我也会提出来 有问题 OK 请裁判来到我们这个位置来为我们解答 皮特提出的这个问题 我想知道火蜥蜴的 它是算它的撞击的点数 对吗 对 没错 因为撞击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 那你怎么去判定是他撞了他 还是他撞了他呢 是这样 我们其实是从四个维度来判断的 一个是进攻 一个是操控 还有伤害跟策略 它这个撞击呢 其实造成的伤害很小 几乎是没有的 大家看到了 但是进攻意图 进攻次数和侵略性 是完全是碾压的 是绝对优势 像大宝剑虽然一直在 一直在甩它的剑 但是没有击中 所以进攻得分 大宝剑没有有效的进攻 大宝剑没有有效的进攻 这点 它有击中过几次 正中间的这个地方 但是是远少于火蜥蜴的 这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但是火蜥蜴它根本就没有 没法去进攻 它没有进攻武器 火蜥蜴是一直在从侧面 把大宝剑几次撞的险些翻了 这是很明显的 它不是翻 它自身的结构就是可以来回翻的 因为我觉得机器人比赛 比的难道就只是说一个进攻吗 如果说只是凭进攻的点数的话 那我们就 我们当初选拔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把防守型的机器人放进去了 这就绕回来 我们四个维度 里边有一个是策略得分 策略得分是火蜥蜴的 火蜴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场地 还有一些战术 在武器失效的情况下 然后不同的撞击 甚至有一次是把它撞到锯子上了 这都是很明显的有效得分 这是策略得分 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赛嘛 它肯定得要有一个结果 最终还是得服从裁判的这个判定 因为他们其实是四个人投票决定的 我心里的操控的确是非常行流水 也很棒 裁判给出的结果就是 陈埃露定了 这位判定的判定是最终的 谢谢 谢谢 他非常胖的 感谢 掌声送给他们双方 好 我还想说 其实大宝剑的控制者 他今年才15岁 真的是我们可以给他多一次机会 非常希望他可以再次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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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可以回来 再见 我们一直都很高兴 成为了一位的带队 我们喜欢带队 我们很感到带队 我们也很感到带队 但是也很感到带队 而很多人 他们也感到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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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喜欢了 我真的喜欢《Xcalib》 Kraig是很友善的 Toby是为了他的年代 它飞着轮廓的轮廓 他们也感到带队 就这么多战队 我是最喜欢他们的 还有那个Toby 特别地可爱 每一场比赛 都是给我带来一种惊喜的感觉 他打不烂 你实在是太强了 他的轮胎是软性的 是柔性的 花式的转型 就像做体操一样 真的很奇妙 他们也有这个设计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很難做的 很難做的 完全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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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被驚慨了 我被驚慨了 太坦了 我认为一件事 的事情 让我们感到很悲惧 我們有享受的時間來這裡 我們不太想要它去耍 好,快點去吧 我們把所有的機器放在安全上 如果我们失败,我们仍然可以享受它 有些东西可能会发生在生活 它是太阳,你不想去那里 所以我们保持幸福和感觉